公元1482年的世界风云变幻 奥斯曼帝国内部刚刚结束王位内战的波涛 英格兰王国正陷入玫瑰战争纷乱的泥脑 伯根地女王玛丽则是不幸坠马 使得哈普斯堡王朝含泪收下伯根地的遗产 而在南欧腹地一个伟大的帝国正乘着历史的风口 以马尔塔岛为中心开始向意大利地区缓慢扩张 有人说1482年是琉球第一次盛世的开端 不过部分史学家持保留意见 这些保守派认为琉球一直都是盛世 给琉球盛世划分节点的史学家过于保守了 但1482年作为琉球盛世的起点却是毋庸置疑 10月有黄龙陷于北非沙漠 当地官员前往探查 在加布萨沙漠深处勘探出一个庞大的情况 不过睿智的皇帝并没有丧失理智 沙漠中的金矿难以发展与管理 而只要我们国家的金矿一直低于两个 随处都有可能出现急躁 还能白嫖五天以及五的通胀 正好我们的阶层任务便是将通胀降低至五点以下 因此在陛下的英明指导之下 我们放弃了这一次金矿勘探 而这也感染了一位在纳布勒斯隐居的艺术家 此人信扬名胜自用修 虽隐居与纳布勒斯相间 却常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著名艺术家谈笑风声 据说他曾与达芬奇泛舟于波河 留下了滚滚波河东市水的矿谷民作 如今琉球正缺这样的协议 内涵的行政人才 不过现在天命已经一百了 所以我们设立一个礼藩院 让杨沈去当一下院长 替咱们琉球啊 鉴赏一下一些来自家乡的艺术品 天命改革后 我们帝国会进入长时间的疲软期 这主要来源于低天命的负面收益 以及来自低天命的恶性世界 正知圣是哪里来的瘟疫肆虐 都是些小感冒 不用在意的 要生物了咱们陛下来年南平加太极云面 复兴罗马荣光的大忌 你们这群刁民就该知道一下儒家思想的后终 毕竟作为天朝皇帝 我们锦衣卫的耳末可是遍布全国 这些刁民做的事啊 咱们陛下那都是一清二楚 1486年11月 琉球南征加太极取得初步战国 通尼斯与阿尔吉尔联军被琉球天军击败 不过在瓜分领土的问题上 咱们与莫勒哥的外交大使 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莫勒哥也出兵攻伐阿尔吉尔 而我们却在他们追击阿尔吉尔军队时 占领了米提甲 使得莫勒哥的好感下降了许多 诶 这故事怎么感觉有点野愁啊 为了防止与我们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 莫勒哥苏丹被气死 因此我们以87块钱的价格卖掉了米提甲 以维持我们与莫勒哥的友好关系 处于我们新边境的君士坦丁人民文之深受感动 第一时间改回了罗马正统野猪教 真不愧是以君士坦丁命名的城市 这改教速度就是一流 而同一时间 我们的朝贡国歇纳连续四年没能按时纳贡 让我们万国来朝的局面 只剩下9999国来朝 令我们强迫症的陛下十分生气 决定让歇纳人感受一下儒家思想的厚重 由于歇纳被放置play了许久 我们对歇纳的信任已经低于三十 所以此时断掉朝贡并不会出现单向停战 而歇纳的军队自然也无法抵挡琉球天军 仅仅一年时间 我们便攻破她的三级要塞 从今天起 歇纳人也要开始读论语了 在结束了两场战事之后 我们的行政科技终于提升到了七级 由于我们现在军事点数比较富裕 所以我们决定开一个军事理念 在数量和佣兵之间纠结了半天之后 我们最终选择了防守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流球没有任何战斗理念 而防守的第二个理念就是15%士气 对于我们战斗力的提升最为显著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坐拥天命 未来肯定会修建大量的要塞减少荒费 防守的要塞防御与要塞护费都很有用 而第三个原因就是防守配合宫廷 由减10%的AE和减10%所受射血打击 配合间谍我们能叠到减55%的AE 所以等实际行政科技的时候 我们毫无疑问会选间谍 之后就是宫廷与行政 因为没有贴命三大城在手中 所以宫廷理念闭门的0.1贴命 对我们一样有用 我们甚至把附庸国费赞放了变成朝贡国 还让莫洛哥归还另一个朝贡国 图古尔特的核心身份 利用他们微不足道的发展度 转变成我们的贴命值 毕竟除了成立罗马的必要地块 剩下的烂地也该让他们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而且随着我们地块变多 极权官僚制的繁荣增长也用不上了 我们还能将政府改革更换成王冠代表 为我们提供一点朝贡国保底点数 这样最差的朝贡国也能为我们提供一点点数了 时间辗转来到了1492年 困居安科纳与阿维尼翁的教宗大人 突然成了一个外交孤儿 其原因是天主孝子法莱西开始向伊拉利进军 我们自然是不能错过这一个提款教廷金库的机会 也几乎是同一时间 我们与热拉亚的停战也到期了 可以顺便解决一下这个巨岛死守的余孽 以及不止死活的曼图亚 两年前我们将曼图亚收成了朝贡国 因为他的盟友都藏在阴影里 所以就先暂时变成了我们的贴命增值机 在等待热拉亚停战的这两年里 我们便能榨干他的最大价值 而经历了这一次提款之后 我们也不打算留着教宗大人了 隔三差五提一次款确实有点不要脸了 而我作为一个正人君子 自然是取材有道 虽然说咱们贫穷的琉球人 只能找观众老爷爷们抱两个硬币了 热拉亚与曼图亚相继投降 我们又向统一意大利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不过法莱西也同时收获了教宗与萨菲伊两个附庸 是否会拿来作为进攻我们的跳板尚未可知 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拉拢法莱西的关系 但他这股邪火我们实在是压不下去 希望法莱西啊不要一不小心点到轩 哎 法莱西你来打我呀 哎呀来揍我呀 我可痒痒了 你要是来打我我大哥肯定不答应 至于大哥吃了几块意大利的地 哎 孔子云又彭自远方来必有尽忧 大哥吃了那么几块地而已 至于那么斤斤计较吗 这可是我们未来的天字一号打手 吃几块地预制一下工资怎么了 蒙威拉拓一口闷 米兰一口闷 因为没有看到奥地利与法莱西的首都 所以他们这里啊 是一点侵略扩张也不会有 至于威尼斯与弗洛萨 看在大哥有点忙的份上 咱们就全且先饶你们一命 而随着街上战士的胜利 少年大帝的名声已经响彻欧洲 听闻欧洲君王有一传统建设属于自己的城市 因此陛下在亚平寅中心 罗马以北的斯波莱托建设一个军事堡垒 但任后意大利全面汉化之后 这里将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而这个新城市很快就涌入了大量的人口 其中不少是从纳布勒斯逃难来的 我们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纳布勒斯内部正爆发王位内战 一个名叫马可的纳布勒斯贵族 向卡斯利亚绳索纳布勒斯王位不成 遂率领军队揭竿而起 于1504年2月占领纳布勒斯首都 虽然受卡斯利亚调遣的纳布勒斯伪军 挥师收复了王都 但马可重新调集军队 与纳布勒斯的军队与王都外决战 最终马可的叛军略胜一筹 并于1506年2月重新占领王都 而在之后的莫里塞福级战中 马可不幸惜败 但纳布勒斯伪军很明显低估了马可的号召力 一年之后马可再次征召出一万大军 痛击正在围攻王都的纳布勒斯军队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卡斯利亚国王最终不得不答应马可的要求 承认他为纳布勒斯的新任国王 你问我为啥会这么清楚 哪肯定呀 我们全体军队可是在边境线上认真观摩了这场持续三年的 纳布勒斯内战 只能说马可有实力 但不多 今天刚刚独立 明天就成了别人的嫁衣 马可花费三年才争取来到王位 我们仅仅五个月就全部拿下 日后显然意大利历史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大肆赞扬一下马可 过几百年 说不定就会有阴谋论认为 马可是我们安插在纳布勒斯内部的几位呢 1510年10月1日 我们潜藏在伊比利亚的锦衣卫 忽然传来重大消息 西欧两大猎强法兰西西班牙正式开战 此前我们一直想收复西西里岛 而这或许就是西班牙统一前最后的机会 陛下尚武宁难掩激动之色 或许他也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 看到南意大利归于一通 不过就在我们的军队刚刚占领西西里的那一刻 陛下因为欣喜过度走楼梯不看路 一不小心摔下楼梯 死了 已经44岁的太子尚温继位 对比起先帝尚斯达 尚武宁无论文治武功均远胜其父 后人常称赞尚武宁时期天下祥和 他本人更是稳固科举制度在意大利的发展 也有重编月经的功绩 更是崇尚汉化与融合并存 多次任用基督教大臣 对外扩张的功绩 更是一张A4纸都写不完 但在史书不为人知的深处 太宗皇帝对瘟疫肆虐的置若网文 对贪官污吏横针暴脸的纵容 对卖官欲杰的熟视无睹等等 甚至还有财子杨沈是被太宗迫害致死的留言 因此有后世之人评价道 盛世是人民苦难的唐一 当唐一化开之后 才能品味到众生之苦涩 一代传奇流求太宗的故事落幕了 结果他一波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太子尚温 以及皇太孙 上京 不好意思啊 看到这名字的瞬间 我感觉先帝宴家的悲气就没了 甚至还有点想笑 尚温继承皇位的时间其实并不理想 琉球帝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刚展开 即使新任皇帝有义和的想法也难以施展 不过这次战争也是给新皇帝一次展示手腕的机会 作为朝城们交口称赞的战术天才 尚温对前线威操颇感兴趣 这次的西班牙战争就是展示他实力最好的机会 1511年11月 琉球三支军团分批次抵达北非战场 此时蒲西联军正围攻摩洛哥首都菲斯 一场记录于史册的北非大战在所难免 琉球军队先后在德图安休达 大败卡斯利亚与葡萄牙的军队 并成功占领直布罗托海峡南岸重镇休达 全间困守于北非的西班牙军队约3万人 取得一场令基督世界震惊的大胜 此时我们已经收到西班牙首都被法莱西人攻占的消息 反正我们已经开启了伊比利亚所有国家首都的视野 因此咱们就顺势从莫洛哥出讨来地图 等法莱西人撤军之后 我们便可顺势占领菩西两个全境 战争进行的第五年之后 菩西联军突然开始对我们发动幻家战术 放在平时这招完全没用 毕竟意大利地区有大量的要塞 可如今我们手握天命 一点的荒废度就会对我们的天命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只能说凡度带来的加成和荒废度的减成过于不对等了 这代码大概是皮手员工用皮炎子想出来的吧 最终琉球莫洛哥西班牙葡萄牙四国在罗马正式签署合约 葡萄牙将归还莫洛哥核心省份休达 并割让南部省份阿尔加维给琉球 西班牙则是归还整个西西里岛给琉球 并割让直布罗托与梅诺卡这两块地 同时两国将赔偿琉球与布洛哥这次出征的军费 虽然战管看上去很小 但在消灭纳布勒斯并占领西西里之后 我们便将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彻底赶回了伊比利亚 从此两牙便只能向海外扩张 当然我们还需要趁他们没做大之前彻底消灭掉他们 不然等日后殖民地兴起 想要再将他们赶出伊比利亚 这难度就会提升许多了 我们下个西线视频再见拜拜 不是法爷你真来啊 我之前跟你开玩笑呢 你咋还当真了 最可恨的是法莱西用的圣战宣传借口 这并不是因为他开了宗教理念 而是我们之前打教宗的时候 教宗给我们挂了一个十字军目标 本来以为这是教宗的绝死挣扎 没想到成王宇了 法莱西与奥地利同为天主教国家 他们以圣战宣战我们的时候 奥地利是不会加入战争帮我们的 而法莱西却召唤了薄西米亚 弗洛伦萨以及洛林三个国家 再加上他自己还开了数量理念 我们这一次要面对将近三十万的联军 就这都还没包括他最强大的盟友薛瓦利呢 我觉得咱们只能写一个大写的记 写的大臣已经在想这个时候该怎么体面的投降了 不过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能体现出咱们陛下战术天才的罕金量 虽然许多人罗列了不少的义和条款 但咱们的陛下却一锤定音 打 只要琉球一息尚存 我们便绝不投降 实际上这场大战不仅是咱们琉球建国后的最大危机 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封口 作为意大利仅剩的两个国家之一 冯伦萨也加入了这一次的大战 只要我们让他断绝与法莱西的关系并白和 我们便能在停战之后发起攻势 一举占领托斯卡纳地区 1516年4月 在全坚弗伦萨的军队之后 我们成功占领其首都 逼迫弗伦萨断结与法莱西所有的条约 只是现在我们的入境数量依旧稍有不足 想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难如登天 不过我们并非毫无优势 那么接下来 大家好好看 好好学 剩下的操作都是技术 都是享受啊 优优独播剧场——《非语言》 Let it rest on the back end We'll take it in the back of my Cross the throne of Nazion Where no soldiers sleep and where hell shakes me deep The death last way, there's no debate So charge and attack, going to hell I'm back A man of the fifties, a man of can-do Friends fall around him, and yet he came through Let them fall face down, if they must die Making it easier to say goodbye Right, a white light If there be any glory in war Let it rest on the back end Who went to hell and came back Cross the throne of Nazion Where no soldiers sleep and where hell shakes me deep The death last way, there's no debate So charge and attack, going to hell I'm back Go gather round me, and listen what I speak La la la, where hell is six feet deep And all along the shore, where cannons still roar They're haunting my dreams, they're still there when I dream But I don't even know I d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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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That and then they just wait Benim кино And all along the shore It looks like Two people Meine 当然这么多次胜利并没有对法莱西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甚至他的后备兵员都没有怎么少 但胜战的战争目标就是展现霸权 只要不停的取得会战的胜利 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战争分数 上限为40 当战争持续到1518年之后 我们就已经获得了34分的战争分数 虽然法莱西依旧是高度热气 但只要分数足够 我们一样能够逼迫法莱西义和投降 而战争进行了这么久了 我们的盟友莫洛哥 那可算是有点动作了 正面战场一点都没见到你 由而不及倒是玩得挺精髓的 哎坏了被偷袭了 没办法只能两边战况一起看了 两场战役我们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修达战役更是全间法莱西一个集团军 这老灯可算是起点作用了 在这两场战役结束之后 法莱西终于愿意坐上谈判桌了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占领任何的要塞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吃法莱西的地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 法莱西赔偿琉球方面所有军费 这场持续三年的大战便正式结束了 我们以损失15万人的代价 对法国联军造成了36万人的伤亡 打破了法莱西不可战胜的神话 相信此战过后 尚文战术天才之名 也能响彻整个欧罗巴 作为这场大战的背叛者 我们很大度地原谅了奥地利的所作所为 如今最强大的两个敌人都与我们有庭战 我们的新皇帝也可以开始进行一番文质了 地利大发现时代已经是过去的名词 现在已经是宗教改革的时代 就连咱们意大利地区都出现了一个宗教中心 幸好新教传内不传外 而新的思潮殖民主义我们还没有接纳 虽然说我们的盟友莫罗哥已经获得了思潮 但是我们的首都马尔他传播还是太慢了一点 所以咱们的陛下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先都罗马 作为意大利的中心地带 罗马毫无疑问是最适合定都的地方 当然啊 如果先帝建的城市产物稍微好一点 或许我们就迁到那里了 只可惜那里产的是牛牛 而后我们的陛下扩建新军 建立了一只新式水师 让我们对法作战中损失殆尽的海军重新崛起 为我们下一场战争奠定基础 123年5月1日 琉球帝国征服弗伦萨的战争开始了 此前我们让弗伦萨与法莱西断盟 却保留了他们与威尼斯的盟约 这是为了让威尼斯在此战中被拉上台湾桌 由于天子一号打手的介入 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两年 我们让威尼斯断结叙利与西班牙的条约 并榨干他的钱财 把停战协议固定在了9年零11个月 仅防他重新延续二者不同谋 毕竟在消灭弗伦萨之后 他们将会成为我们统一意大利的最后阻碍 不过这意大利啊 那是真的肥啊 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点错了宗教战争的实在能力 弗伦萨一战肯定吃不干净 而且就算天命为我们提供了减20%的造合花费 这造合花费还是贵的离谱啊 幸好我们开局就吃了成立罗马最肥的地区 这样拖了后勤那还得了 1529年6月 率领我们琉球帝国击败西班牙法兰西两大猎强的天子上温驾风 享年62岁 作为击败了两大猎强的天子 史书评价他用兵之道复杂多变 让敌人眼花缭乱 毫无疑问 礼布为他评了一个武德嗜好 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武德充沛的天子 但是率领琉球一疲弱之国击败强五倍有余的法国联军 恐怕再难有人与之相媲美 或许是受其父亲的影响 我们的新皇帝也是一个上武之人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 他是个强迫症 但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 或许在他的手里 亚平宁能重新归于夜头 并且达成全面汉化 1535年6月 趁着威尼斯被奥斯曼帝国击败国力大损的空档 我们趁机出兵痛打落水狗 临出征前 咱们的陛下只恐自己有失 故而暂时立自己的弟弟为皇太帝 就这皇太帝怎么感觉是个佛学大师啊 算了算了 话说回来 虽说威尼斯已经日薄西山 但他的版图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注定无法将他一战全吞 而且我们还打算留着附庸他 收回咱们天子一号打手手上的核心呢 开统一意大利全面汉化的工作 咱们得留到下一期再说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